祝我福音乐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马古福音 当耶稣和他的门徒 及一大群人 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匣子 坐在路旁讨饭 他就是体脉的儿子 巴尔体脉 他一听说那是纳达勒人耶稣 就喊叫说 耶稣大为子子 可怜我吧 许多人 折制他 叫他不要作声 他却更大声喊叫说 大为子子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 说叫他过来 他们就叫那匣子 对他说 放心吧 起来 他叫你呢 匣子扔掉外衣 跳起来 走到耶稣跟前 耶稣对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匣子说 老师 请让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去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匣子就立刻 中见光明 跟着耶稣一道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在我们的神明当中 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在今天的福音 有三种人 一个是耶稣 一个是这个瞎子 一个就是群众 三种人 我们是哪一种 我们虽然 是看得见 我们每个人 都感谢 听说 有些可能 看到比较模糊一点 有些需要戴眼镜 但有些是 真的看得很清楚 但是 虽然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有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还是不选择看 还是不想看 其实我们身边 发生很多事 很多意外 我们其实是不想看的 或者我们不想理 尤其是在家里 在我们的家里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不想看 还是看不见 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感觉 看今天这个瞎子 他是看不见 但是他因为 他要看见 他不想在那边 一次做一个乞丐讨饭 他要做一个完整的人 他也就是说 我不要再这样活下去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 就是说 闭上一粒眼镜 哎呀算了 不想看 还是两粒眼镜 都闭上了 不想看 习惯了 然后会不会就说 像耶稣说 前主 我要看 我要再看见 会不会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呢 习惯了 可能我们就不再去想了的 因为已经 反正是 这样就是这样吧 然后 我们是否会向群众 当有一个人 喊说救命的时候 还是帮我的时候 我们会对他说 你静静 你不要出声 你跟我闭嘴 你什么都不要讲 会不会有这样的 其实这个 在我们家庭 最明显的就是在我们的家庭 为什么我这样说 我听了很多高节 不管是青年的高节 还是年长的高节 都是一样的 夫妻的高节 每个都是说 我其实需要 爸爸妈妈 还是我的妻子丈夫 听一听 我的心事 但是因为每个人很忙 还是已经压力太高 没有兴趣去听 要听的 要讲的时候 不要讲 不要你不要讲 你不要来烦我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少少多多少少少 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被这样对待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如果这样做下去 会伤害很多人 可能我们觉得 尤其是我们华人 我们华人有这样的 就是孩子 老婆 我给你们住 给你们吃 就够了 你不要再烦我 跟我讲这些东西 我已经自己够烦了 我不想听 但是当我们不想听的时候 我们的心已经关掉了 那我们当他们是什么 是家人吗 当是我的妻子吗 还是丈夫吗 还是我的孩子吗 如果我们不愿意听 谁愿意听 如果 他们找不到我们谈经事 要找谁 找生父啊 可以 但是我很忙的 你要我给你20小时 我也是不够 我也是不够时间听所有的人了 然后他就去找别人 找别人 不会去找自己的父母 找自己的弟兄姐妹 更好吗 因为这是自己家人 你应该彼此了解 彼此想爱 彼此鼓励啊 如果我们不愿意花时间 为我们的家人 谁会帮他们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愿意出去服务 去到处跑 帮别人 做这个 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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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帮这个人 帮那个人 花之间 给这个人 日春人 但是回到家 我很累了 不想听 你什么都不要讲 那不是 你有什么意义 不用结婚更好 不要孩子 因为我自己 这样子敢讲 因为我自己也是试试过 我的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聊小的时候 我们四个孩子 父母也是忙的 我们也明白 他们要出去赚钱回来 给我们度数 给我们生活 但是他们没有 没有这种想法 就是 我的孩子需要我在那里 我自己给你吃 给你住 就可以了 我们有的时候 我跟我的二姐 我们常常会谈心 是说 我们其实受到很多伤害 小的时候 没有那种父母的关爱 就体验不到 虽然我们知道 父母是疼我们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其实我们两个就是 很 就每次谈 其实就是讲到 其实很辛苦 我们很多年 很多年 又很多年的时间 来处理这些心理 说没有关系 我们明白 我们可以原谅 以后不要再将他们做 我的二姐是有家庭的 她 幸好她也是没有 像我的父母这样 就是 真的愿意去花时间 给她的家人 我们不能像群众那样 当有人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 尤其是家人 孩子 你不要做生 不可以 我们怎么样累多好 多累多好 也是要停的 我自己 我多累也好 如果有人要办高节 我也是会去停的 这个我们不能 不能说不可以 我们当父母的 弟兄姐妹的 也是要这样做 因为就是 这个就是 所谓这个团结合一 如果我们家里不能合一 不能团结 不要讲团体 不要讲 是教会的团体 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应该像耶稣 耶稣就是 停下来 就是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人要求我们帮忙的时候 停下来 你需要什么帮忙 我们应该像耶稣 不是像群众 所以 这是因为我们 每个新基督来领圣体 领圣体 我们在领耶稣 我们应该更像耶稣 不是更像外面的人 所以我们是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就是耶稣的代表 别人看到我们 一定要看到耶稣 听见我们的神灵 要听见耶稣的神灵 我们就祈求 圣神一直带领我们 提醒我们 坚强我们 给我们 爱的 对我们身边的人 更好 如果我们能够为外面的人 做得很好的事 我们更加 要加倍的 为我们的家人 做得更好 准备 准备 we talk about the blind the blind blindness is not only a physical defect but it's also spiritual emotional defect i mean most of us can see quite well although some of us may not have perfect vision but it's not about being able to see but choosing what to see and what not to see because we can close a blind eye to many things and the worst thing is of course we close an eye to the needs of our own family because t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hat is t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to be we can love many people we can help many people but we come to our own family sometimes it's just no need you know it's okay my own family they can handle themselves so if if we go all out to help people but we don't help our own family doesn't that make us a hypocrite because what we do outside we don't do for our own family which is why in the family love is often the most difficult to get not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give but we don't know how to give are we like the blind man who can't see or are we like the crowd who tells the blind man to keep quiet not to make any noise not to ask for help when our family members ask for help our children our wives our husbands are we not supposed to listen to them and help if we are only helping those outside then what good are we our family needs more than the physical what we can provide materially they also need time our love our ears our shoulders and this happens a lot in confession honestly in any confession any language i can tell you over 90 percent of them whether it's children those who are in primary school right up to those in their 50s and 60s they will tell me the same thing i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but my husband or my wife or my dad or my mom my brother don't want to listen to me so if if we do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members of our family if when they need help who do they go to school counselor come to the priest or go to somewhere else who and they might get even worse advice so if we want to truly talk about not being blind we need to open our eyes not only to the needs of others but to the needs of those in our own family that's where the need is the most because what we do they will repeat how we bring up our children they will do the same to their children unless we can break that cycle but i was sharing with them how in my own family uh we grew up in a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where the parent just provide materially and that's it you know we don't ask for anything else so we grew up without that kind of feeling of love and and kind of thing in the in a home and we that's why it's very difficult like for me you want to talk about expressing love or receiving i don't know how it's not that i can't i don't know so me and my second sister will always talk about the struggles that we have the trauma that we face as children and how we should not perpetuate this way of behaving in a family and thankfully she has done a good job in raising her children and so i'm not sharing this because uh you know i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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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that i'm a good person or anything like that or to condemn my family but i took just to show how damaging something can be some very small thing it's very small just an act of love is listening to our children or our spouses giving them a hug saying them i love you all these are little little things that we can do and yet sometimes we don't we really give it to other people outside but we come to our own family we are stingy so we need to break that cycle to become like jesus instead of the crowd to say y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do you want of me and to be someone who truly cares especially in our family so that we can create that bond of love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from there we can slowly change other people because change begins with ourselves and with our family and not outside so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and to guide us in this endeavor and to help us to truly love as jesus did